我出席活動當然是不一樣 因為我這次是品牌就是創始人的神聖除夕活動 那就是很開心就是有很多的 好多年齡大哥然後還有本子就是 來陪我一起共襄盛舉這樣子 那今天就是天氣不太好 那希望你們的就是 心情都被我照亮了 哈哈哈哈 你會不會覺得 你一個目的事情發想 是U-R分 像是U-R代表的比較簡單 呃其實你知道為什麼我當主想要做不及嗎 就是因為我每次只要 比如說出外籍啊或者出國啊 就是因為我穿衣服的時候 呃就是 各位大哥們都會讓我 就是大哥大姐們都會讓我上行為 我就想說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為什麼要排斥它呢 我就決定把它成為一個優勢 就來做自己的 因為我其實我覺得這就是我的一個特點 所以我也不用去排斥說 哦我想要跟專部有關係 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就要接受它 並且把它發揚光大 謝謝我媽媽 哈哈哈哈 呃 呃 排斥的時候是小時候 就是可能 國中的時候 但是我進一圈之後就沒什麼 對 因為這個 欸非常多喔 因為像那個 我有的女生主 他是 胸部是外皮 然後他穿什麼 其他品牌的衣服 胸部不會有衣服 但他明明就有第一罩杯 第一罩杯 可是他穿其他品牌是 因為他很酷嘛 所以他就往外看 但他穿我們家 我們家直接把他的胸部 集中了 對 然後或者是像那個 金妮啊 就是他胸部就是 因為他比較瘦嘛 所以他穿了我們家的筆筋 就是有 真的機身三罩杯 他就拉給我看 真的是有禮物 對 我們家的那個 Glush跟Ola Also的筆筋 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我們是用 內衣的概念在作用 而且因為我們自己的個性是 我不喜歡做我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們是用高成本 就是質感 各方面的細節 我們都是有照顧到 因為我希望 因為其實藝人出品牌其實很多 但是 我不希望只是為了一時的品牌 但是你這個東西產品不好 他沒有辦法演出 我希望這個品牌是 就算我不當藝人 他也可以延續下去這樣 那你的朋友乖乖啊 他也有贊助的品牌 那你自己的 因為其實乖乖跟我的心 本來就不太像 乖乖他是 他的泳裝跟他的運動衣 是比較偏 是性感 就是超級性感 但是因為我本身是 多滿性 其實大衆沒有關係 所以 其實我的泳裝 比較顧慮到的是 功能性 就是我希望說 可以 比如說你外扣的啊 幫你集中啊 你太小的啊 幫你變大啊 就是我比較是傾向你這樣 就是我是比較 呃 吐合一半大眾 那乖乖的 他那個是比較 就是 辣妹的那一種 就我不是走辣妹喔 對 可能我是走比較 呃 一般這樣 就是大家都 大眾 對大眾 不吃 沒有啦 就是運動啦 因為其實運動真的很重要 我是在拍 寫真集的時候 才體會到這件事情 因為 呃 拍寫真 然後拍FHM封面的時候 其實 呃 能夠自己盡量把自己體態顧好 攝影師就可以少修一點 就不用花這麼多的力氣 那也是為了自己的健康照相 那因為 我覺得 呃 女生就是每一個狀態 就是 我覺得我到了這個狀態 我不能再是一個 很 很肉感 然後肉肉這樣 我覺得我應該是要比較 呃 有一點精明感 概念的感覺 所以我就開始做狀態 也是為了健康照相 你 有什麼事 呃 其實我平常沒有到太極孔 但是 如果說是在工作的時候 像我前一陣子就是 去蒙古回來變胖嘛 然後那時候 胖到大概 46公斤 我現在是43 對 然後胖到46公斤 然後結果我回來之後 發現說 噢天啊 我接下來要拍一個那個 幸福堂的那個 呃 照片 然後要穿泳裝 然後我就在四天瘦了兩公斤 那我現在是魔鬼特殊 就是白天可能就是 吃優格啊 然後中午就是吃青菜 晚上再吃一個優格 但是照三餐都要運動 然後是會喘的那一種 對 然後我就自己在家裡面運動 對 呃 我後面有團隊 就是Blush 我們本來是兩個品牌分開 那我們現在是 呃 希望說未來就是可以有 呃 一起 一起把它合併起來這樣子 那 呃 因為我們後面都還有 別人在幫我們處理 那我希望就是這個牌子 就是 呃 一加一天大部分 對 然後 呃 我覺得我算一半一半 因為其實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其實 後面的團隊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 有時候你有一些天馬星空的想法 那也要有專業的人幫你去實現 對 那有時候我們就是會互相的撞擊一下頭腦這樣子 對 我覺得 如果不會做生意的話 也不會創業 因為其實我一直就是 呃 創業一直就是我的意向 我當初 靜眼音樂也是想要創業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開心 我現在到達這個階段 那夢想就是 呃 朝著夢想越來越邁進這樣子 對 呃 也要很謝謝就是 比如說河中老師啊 然後 然後 巴薩的那個 主席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黃威老師 然後 然後他們都 對我的品牌的支持 這樣 對 謝謝他們 然後我希望是不要讓你 好 謝謝 你說 金錢嗎 呃 嗯 就是 不會說很便宜 但是 因為 因為我們沒做一場活動 或是什麼的話 其實都花費滿足的 那因為你現在講 那張戲講 那張戲講不出來 對 但是就是 對 就是可能我們花 比較多的金錢 就是這個實力這樣 但一開始 現在目前只是剛起不穩 對 而且你說 像你 看劇 對 對 對 我 其實我覺得 還好 因為我的個性 其實是蠻大辣辣的 那我覺得你既然都 女生 就是你既然都穿了 那你就 大方的展現 因為你反而 扭扭捏捏的 人家也會 因為其實你越大方 像 比如說我跟KID啊 女生 可能我一起主持 讓我喜歡 或什麼 那那時候 我喜歡 我們一起去 往很大 那我穿筆機的人 都會說 哇很性感 什麼的 你拍啊拍啊 他們這樣 他們反而就不想拍了 對 因為我覺得 其實就是你用一個很健康 因為其實我覺得 女生自己 不要覺得說 穿筆機你好像就是 很害羞啊 或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就是你把大方自信的 展現出來 因為我也希望 我希望大家就是 傳達一個外套是 每一個人都有資格可以穿 不是說 你這麼瘦 你當然可以穿啊 你胸部這麼大 你當然可以穿啊 什麼的 每個人都可以穿 因為有不同的美 因為比如說 好 這個人喜歡 時尚修 那這個人喜歡大修 每個人喜歡的不一樣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 大家就是不用 覺得被拍很不拍 你也可以讓 你就說叫他幫你拍漂亮一點 就好 對啊 好 好 好